有位网友问道 一姐我跟闺蜜就西班牙女网红 和七名印度男子的事件发生了分歧 她说这事件绝对在印度是小概率事件 印度人很平和 印度很安全 犯罪率也很低 我们不能以偏概全 还说有机会她一定会去印度旅行 我真的被气到白口难辨 感觉是在对牛弹琴 所以我想知道 印度人自己如何看待外国女性 独自一人去印度旅游 安不安全这个话题呢 你闺蜜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 这不就是母公之母母某说的吗 然后印度整个那个社会的平和 他都见了警察 然后移民图里那么大 但是犯罪很低 犯罪率也很低 几乎见了小偷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姐坏得很 于是一姐在外国最大的误导网站 cora上搜索 女性独自印度旅游这些关键词 搜索出了 女性独自去印度旅行安全吗 女性独自去印度旅行危险吗 印度对独自旅行的女性安全吗 等等这些问题 而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印度男性网友和女性网友的回答 却截然不同 真的让一姐开了眼 毕业于德里大学的印度网友 哈万舒克拉回答道 如果您在吉吉拉特邦旅行 这里是世界上仅次于白宫的最安全的地方 印度网友 返回答道 是的 在印度这里很安全 我确信在印度这里 你永远不会感到孤独或遇到任何问题 印度最欢迎单身女性的到来 好家伙 印度网友 Rashmi他的回答道 是的 当然你可以随时在印度旅行 独自旅行可能是最奇妙的经历 要明白这一点 在每个国家 世界上每个地方 都有好人 也有坏人 在每个国家 情况都是一样的 这完全取决于你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印度确实有一些 非常美丽和令人惊叹的地方 人们一生中至少必须去一次 印度网友 安站三回答道 当然可以 只要遵循一些基本的旅行指南 比如哪些地区 在什么时间应该避免 这和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一样的 在这里 白天你会感觉到更安全 印度的大都市 有着迷人的夜生活 但在小城镇 夜间外出应该避免 我建议你放下恐惧 来印度体验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是一生难忘的经历 虽然有时候可能会有些繁忙 但它充满了惊喜 总的来说 它会让你着迷 别于工程与技术信息学院的 印度网友Sagar Joycer回答道 显然是的 一个很大的事 印度是一个 你可以安心独自旅行的地方 在印度南部 女性负权是全国最好的质疑 这意味着 女性在各个级别的工作岗位上 与男性竞争 从公交车售票员到企业工作 因此 这个地方的思维方式 非常开放和包容 这导致了女性的平等和安全 拉加斯坦邦 吉西拉特邦 和马哈拉·史特拉邦 游客受到高度尊重 因为他们是当地的生活来源 虽然他们可能会对 不了解的票价的游客 收费稍高 只要你对价格 有一个公平的了解 你就不会遇到任何问题 在印度北部和东北部 人们真是自然之美 非常信仰自然的原则 佛教和印度教 在这个地区广泛传播 你会看到许多僧人 教导人们如何不伤害他人 而快乐的生活 这将反映在对所有生物的更高尊重上 便于印度理工学院的网友 Ritik Rai回答道 当然可以 印度可以成为一个安全的旅行目的地 就像其他地方一样 你也可能会遇到不幸 或者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 但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你的家乡 或者西欧的某个安全的目的地 如果你是一个独自旅行的女性 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个地方 你都需要小心谨慎 印度人民非常热情好客 许多外国女性抱怨说 人们喜欢盯着他们看 但相信我 大多数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女性而盯着他们 而是因为他们一生中第一次见到外国人 印度网友Kurang M. Kumar回答道 印度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 我为它出现在你的愿望清单上而感到自豪 尽管许多震惊全国的事件的曝光 深深伤害了大多数印度人 但我遗憾地说 一些地方的情况仍然存在 但我不认为整个国家都应该为此负责 在印度发生的事情 也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正如一枚硬币有两面 无论在哪里 总有好人和坏人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地说 印度的好人比坏人多 人们仍然非常尊重女性 如果女性遇到不幸的事情 她们会站出来 为她们的权力而战 如果你观察一下 我们有很多女性神灵 这可能意味着 我们的文化 一直都非常尊重女性 我仍然建议你去印度旅行 希望您在我的国家过得愉快 一位名叫阿堪莎三的印度女网友 却回答道 好吧 作为一个生活在印度的女孩 我可以说在印度旅行并不安全 印度是针对女性犯罪率 最高的国家之一 首先作为一名印度女孩 父母很少允许 女儿在晚上七点以后外出 或待在外面 我们不知道我们国家 七点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假设 父母允许女儿晚上七点以后外出 但她们也会用电话和短信 轰炸她们 让她们分享出租车的详细信息 位置等等 到了让人烦恼的地步 以至于我们下次 都不想去任何地方了 每当我回家晚了 我都会经历同样的情况 在印度 想要旅行的愿望 只能在想象中实现 或者期待一个更好的时代 那时我们可以独自去旅行 而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而且对我们来说 也很可怕 因为强奸 性侵犯 街头骚扰 几乎每天都在报纸的头条上 读到和听到这些故事 真的很烦人 她们让我们的姐妹们 成为如此可怕事情的受害者 而人们似乎只是忽视这个问题 或者把责任归咎于女孩们 享受她们的基本权利 去做她们想做的事情 爱国是一回事 完全无视印度存在的这些问题 则是另一回事 我猜我们的文化和信仰 只是忽视了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我们被规则和传统蒙蔽了双眼 以至于我们已经抹去了 她们之间 以及正确与正义行为之间的界限 我希望印度社会女性 能够享有平等公正的地位 好了如果是你 你会独自一人去印度旅游吗 你会如何回复这些印度网友呢 留言评论告诉你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